海邊的房子沒了屋頂 救難直升機在空中盤旋 暴風 飛奧納 風力達到颶風等級 重創加拿大東部紐芬蘭 巴斯克港滿目瘡痍 這棟房子一樓幾乎不見 二樓外牆的磚瓦也少掉一大半 就是純粹的誇張 它就像一隻小狗的 經不住飛奧納肆虐 有的房子整棟位移 有的上下顛倒 已經無法住人 建築殘骸四散 不難想像當時風力有多強 災情更是前所未見 而浩劫過後 重建之路也很漫長 同樣在東部的諾瓦斯科西亞省 大樹攔腰折斷 連根拔起 甚至砸毀車輛十分嚇人 菲奧納也造成部分地區淹水 當局忙著清理善後恢復電力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表示 軍方也會加入協助善後工作 但菲奧納肆虐過後 要完全恢復也需要一段時間 華視新聞領長編譯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